我觉得不管对什么药物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分子药物、小分子药物、细胞治疗 或者是我们向他讨论的外密体 这个新型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 那CMC的话 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 中文来说就是药物的制程 以及品质的管理 那这个重要性在于说 如果你没有很清楚的制程 跟很严谨的品质管理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来一个好的药物 那以外密体来说 这个部分比其他药物困难的地方 在于说外密体现在还是一个 非常新兴的一个药物 大家都还在研究中 尤其以业界来说 CMC整个过程在品管 怎么样让细胞每一次都可以产生 对的外密体、有效用的外密体 那每一次可以让病人拿到药可以有预期的效果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业界里面目前最大的考验 但其实就是讲到CMC的重要性 那接下来讲到MOA的话 MOA是Mechanism of Action 那这是药物的作用的机制 这个部分呢 其实牵扯到非常多的部分 但是我现在这边就是特别针对于两个 一个就是回归刚刚讲的CMC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药物研发上面 药物作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CMC 刚刚说的要做出一个好的药物 那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病人拿到一个药物 是对它有效的 是让病人回复健康的 而不是产生副作用的 但是什么叫做好 那回归刚刚讲的每一次都是要有确定的疗效 这样子才会是一个好的药物 那你如果没有MOA 没有药物作用机制的情况下 你就不知道说 到底你要怎么去设定一个 很稳定的测量方式去测量它 造成说有时候在临床 或者是动物实验的情况下 如果结果不对的话 就会不知道说该怎么样着着手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清楚的 比如说蛋白质的作用机制 药物的机制 这就可以让你很清楚地去设计说 我这一次量测有多少蛋白 这个蛋白它的药性 固定的potency的分析 那就可以有很清楚 每一次就可以固定的有一个瓶管 然后让最后的药物的成果是好的 那第二个药物的部分 我觉得是对MOA对药物非常重要的是在于研发方面 因为你要想说你要很清楚地了解这个药物是怎么样子的作用 这样子你才可以就像是建一个房子的基地 你有那个基地你就可以慢慢地向上 bill不同的东西出来 比如说你如果知道说这个药物 尤其是外密体其实里面有不同的活性分子 有蛋白质 有macroRNA 有RNA 各种东西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疗效 那在知道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另外一方面 知道这些哪些东西有哪些疗效 知道说哪一些药物需要哪一些东西去治疗它的话 这样就可以达成很多的配对 造成说我们可以最后就是做到precision medicine 或者是targeted medicine 的这样子的想法 那另外就是precision medicine部分 在研发的部分 如果说你知道说这个外密体有这一个蛋白质 那你可以让这个蛋白质有药性 那可以让这个药物增加 或者是再加其他的蛋白质进去 让这个药物变成一个更有效 针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疾病更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部分 就是CMC MOA 对于整个这个外密体的新兴药物的研发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以外密体来说 刚刚说到CMC的困难性 MOA其实也有困难性 因为外密体就像刚刚说的活性分子很多 那你要怎么去研究它 这其实是很需要花时间跟精力的 但是以现在来说 如果是因为科技的进步 造就大数据的分析 是变得比较容易的 那你也可以用AI去做更多的模拟 自动化的流程 其实也是越来越进步的 最后就是Omic Analysis 其实是也变得越来越便宜的 所以可以做更多的蛋白质学 或者是基因组学这个部分 所以这种种的加起来 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可以让我们去真的认真的 放时间金钱去研发这个外密体的新兴的药物 说到糖尿病造成的眼睛的疾病 其实我们回归糖尿病来说 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疾病 整个致病的机制有异常的糖类的代谢 有细胞的氧化 那也有血管的增生和发炎的反应 所以非常多不同的原因造成了这个疾病 但是其实以线型的药物来说 像第一线的AntiVGF 是抗血管增生的生长因子 那这个部分它就是可以去阻断血管的增生 但是只有在那一个部分 那以现在大家也知道说 很多越来越多的研究知道说 虽然说某些病人有效 但是其实也有些病人 是对这个第一线药物是没有用的 那或者是说它一开始有效 但是之后就变得比较没有效了 那这个就是只有一个作用机制 就是刚刚先前讲的MOA 其实是造成说 你用药以后之后 其实常常最后就有细胞 会慢慢地产生抗氧性的出来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第二线的药物 第二线的药物 for DM所造成的眼睛疾病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肋固醇的药物 肋固醇或者是其他的小分子药物 去抗发炎反应 那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现在也都知道说 如果是长期使用这样子的药的话 你其实之后有产生青光炎的风险 所以这样总结起来 其实刚刚就说的第一线的药物 MOA不见得所有的人有效 第二线的药物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以外密体来说 外密体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带有许多活性分子的东西 它可以带有蛋白质 可以去比如说抗血管增生 可以减少发炎反应 它也有带有microRNA或者是RNA 这些东西可能其实也可以之后 你可以设计它去让它产生 让它调节异常的糖内代谢 或者是异常的细胞里面的氧化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外密体它有 这个multi specific的capability 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契机的 一个新兴的药物 其实在这个整个发展是非常有潜力的 尤其是对于这种复杂的疾病来说 其实不只有在GM所造成的眼睛疾病 其实我相信在其他的比较复杂的疾病 像癌症或者是其他比较困难的疾病 现在还没有真正有药 可以好好的去做这个解药来说的话 外密体可以针对不同的治病机制 而且又是个安全 基本上安全的药 那它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具有心心情力的